乾隆来扬州喝早茶 伙计却端了一盘羊肉 乾隆很纳闷 喝茶吃肉不怕拉肚子吗 伙计连忙否认 说这种吃法叫吃荤茶 东西还不止羊肉 乾隆恍然大悟 伙计继续安立 说不要看皇上的御膳房 能做出满汉全席 却未必做得出蟹黄汤包 蟹黄汤包唯有江南才有 乾隆听得颇感兴趣 当即点了一笼蟹黄汤包 伙计又问 你的蟹黄汤包是要加一的还是加二的 一听不差钱 伙计直接给要了加三的 等包子的空气 乾隆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人吃羊肉的样子 也十分有趣 他们将羊肉放在茶水浸泡 来回涮三次 才满意的品尝 乾隆一脸好奇 学着人家的样子吃起来 茶水的清淡 去除羊肉的油腻 入口香醇 酥嫩一化 别有一番风味 我好快点 好快点